来乌鸦什么活 我这不禁要问一下 不禁要问了 不禁要问说吧 关于这个农村 退休老人养老这问题 咱跟外边有可比性吗 行啊那咱说说 就是退休老人养老的问题 是昨天昨天这个话题言什么 是不是 昨天没听过 就一直想问这问题 但是连不上 你现在那我这么 你是真的不清楚 还是就是想咨询咨询 还是不禁要问 不禁要问咱俩不行 就换地方问 因为我感觉你小博 你小博梗子 我想多少给你带点输出 小问 小问 不问那么大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 如果论待遇的话 这么说 你拿国内 现在说 你一月挣4,900 刚好卡在不够5,000 这个起证税的这个基础上 到老了 这个福利待遇是比国外强的 不是这个问题 我问的是农村 是老人养老问题 农村老人的养老 那意味着啥 意味着睡交的不够多 养老金啥的交的也不够多 他是没有机会交啊 我这记得05年04年的时候 要求补过一次 其他的时候没给你机会 什么都不给机会 哥们 你无钱一金也好啥 你别说到老人 年轻的时候你自己能交啊 没收入吗 别农村 别一挂农村就好 没收入一样 哥们这个我可是咱哥俩差不多的 咱哥俩差不多的 但是我也有经历 别判没用的buff 有事说事得了 04年的时候是给补过一次 允许补过一次 后期就没有了 自由职业者能够交到保险 也是这几年的事 我问你那这几年的你交吧 但是不给你补全了呀 不是不给你补全了的问题 哥们你想补到多少是全 这是问题一 问题二 你在生活当中可以 我可以交啊 你别指望着说明你没交 你现在讨论问题 咱俩是讲理不讲理 你是讨论没交的情况下 我不给国家做任何贡献 我也不交这个东西 我也不给自己交这个东西 完了回头论老了的时候 哪个地方待遇更好吗 但是这是一个规模很大的社会问题 什么叫规模很大的社会 那你就是从那个社会过渡过来的呀 那你现在就是很多就是 父母那一代的家里面四五个五六个的 他们现在变成老人了 你就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呀 那个时代你交吗 你有吗 你从你工资里扣税了吗 哥们 不是 那时候没有这个保障啊 对呀那没有 那现在有了 那你该该交该交交吗 该不补吧 允许你补也就是这四五年的事 现在比如一个老人 现在在 比如一五一六一七那这他退休了 他没有机会补 到现在他只能拿到四百多钱 正常我告诉你 咱们说养老保险那东西 他其实性质上来讲 你无论是国家的也好 还是个人公司的也罢 从性质上来讲 就是先存钱 然后老了到一个年来以后 还能往往处拿嘛 对不对 你存了多久 你就拿多久 这个道理不用掰去吧 对对对 对吧 这应该是平衡的 那你前面没交 后面没有 合不合理 合理 那你现在交了 后面有 合不合理 合理 但是如果说这个 因为咱这个人口基数造成的这种现象的人口比较多 这是不是一个社会问题 他怎么叫社会问题呢 你人口基数 你就全国有八十亿人 八七八十亿人也是这个道理啊 他有什么社会问题啊 你人多就人 人多你人多交 人少人少交 你交了就有拿 你不交没拿 你美国人口少吗 三点多亿 年轻的时候 你说我不报税啥也没有的话 你看老了给你多钱呢 三百五一个月 够活啊 够吃啊 你不也没有吗 一样的是 这边现在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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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奇的是 你哪来的这个 哪来这个 这个劲儿就是小伯儿耿耿的 凭啥我老了 国家不养护我 哥们你干啥了养护你啊 你到全世界哪 谁应该应分养护你 你干啥了 我说不好听 你说这些老人当中一年三百八八不险 还有他们不乐交的呢 对吧 那个不可能不交 没有说不愿意交 那咱俩这别 有没有 有没有不愿意交的 咱俩不用这样 有没有你自己可以去查 对吧 你愿意交的 我没听说拿拿不着 你就现在咱是 咱说国家的买不着 个人的不也有吗 你买了吗 你就是你花钱了 你就能拿钱 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你花了没有 你前半生你都没花过 那你落啥后半生拿 凭啥拿呀 你那生小了 你给他手机摘嘴旁边行吗 如果前半生我想花 我想我想交这保险 我没有机会交 那什么叫没有机会交 你可以补啊 啥叫没有机会交 现在你啥意思 你现在啥意思 你是低了十万块钱 找不着交吗 我问你啊 你现在是低了十万块钱 找不着地方交吗 我给你介绍一个 咱不抬这杠啊 我抬什么杠 哥们你要不要补吗 你什么允许 你最近有了 你现在也正好老了 你要补吗 我已经是退休人员了 我现在还能补吗 能你退休人员 你都已经退休了 你落啥 那你咋不落清朝人呢 哥们 你拿唐朝去说去吧 养老保险啊 你咋落什么 你社会就是现在 你进步到这个状态 你现在有这个东西啊 那要不你投胎上美国吧 你说啥呀 那65岁以上的农村老人 怎么解决 那你睡觉了没有 那我就这么简单 我就什么叫就该饿死 哥们 那我这么说 你如果说你到你当时上班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在现在65岁以后的这些人 今天已经到65岁以上的人 在他们那个年纪 他们原来他们有没有上正经的班 你说农村老人也好 啥也罢的 他们有没有上正经班 有没有去买这个未来 他可能要花的这些保险 他钱都拿去干嘛了 你不能一概一概观定论 一概论吧 比如我奶 我奶今年要还活着的话 90了 对吧 我奶当年在50多岁的时候 在家带我的时候 他也学了日语 也进修了工种 他退休了以后一个月 最后人快没 将近一个月一万块钱 那都没有吗 你说都没有吗 你现在讨论的 是不是农村既不交税 又不交这个 又不交那个 又分逼不攒的人 应该怎么办 我告诉你全世界 全世界 你别说农村了 混的差的 这也不交 那也不交 啥也没有保障的人 到65以后一样的下场 都是一样的 不是 那我可以说两句吗 你说 那农村 那现在比如 拿65岁的人开始 他们一般都是60年左右出生 先后出生 他们步入社会的时候 都是什么企业性质 什么企业 什么企业性质 去赶是怎么赶进去的 我就问 你别跟我聊 你别跟我聊极端 是我 农村户口 他能招工吗 农村户口 哪个农村户口不能招工 哪个城市 你说说 咱别胡扯毒的 哪个工作 比如说明令禁止农村人来干这个活 哪个工作 你说说 你越说越扯毒的了 你说个地方我听听 公务员 公务员哥们 就是你现实可能 咱别说你农不农村的了 公务员 我是农村的 我就必须得去上 我不去上 这代表社会对我不公平 你不给人扯毒 我嘴给你撕开 你这不存在给人扯毒的吗 那不就是这样 那你要啥 得给你啥哥们 你要啥 给你啥 他就是不招工 就是你想 你农村的 你现在想当公务员 就得招念 他能挣钱的时候 不让他加入社包提醒 那咱俩不用喊 要不然 你现在你方部方面咱俩上巴拉巴拉 你要不去的话 我就给你一句话 能活活活活不了死 好吧 那我就死吧 就这样 死去吧 你这种该 该死 该死 你想当公务员 帖子 你想当代表 你可农村 你这边挣种地呢 完了这边就直接添个入职神请 你那边进去了 当公务员去了 能活活活活不了就死 就这么简单 邓拉大眼珠 谁该你欠你的呀 你岁数大就得给你咋地 感谢 感谢选导我跑这 谁到了 你正经你考试 你能考过不就得了吗 是不是 感谢总统小花 你该参加考试 你参加考试啊 你说你说我住的地方不方便 该搬家搬家呀 三十五之前 六十五之前能考的呀 真的就是 真的就是家里面制度太好 给你们养的一个根根活跌似的 就是国内制度太好 给你们养的根活跌似的 啥都应该应分的 没有就不行 我就不行要问 你就是家里面也不方便说这个话 还得给你做思想工作 哎呀不是你想想咋地的 依我说 依我说 就给你美式回答 Sorry I don't have YD 你啥意思翻译成中文 你死去吧 死去吧 牛招想 没招死去 不行的话 给你家房卖 找律师告一下 你死去吧 你死去吧 你死去吧